介紹帶您看有台北市議員昨天晚上會同市府官員到阿公店最密集的台北市萬華地區 廣州街跟三水街去會刊 阿公店業者希望這裡能夠轉型成為文化觀光區 讓更多人來了解當年的茶室文化 不過當地居民並不贊成 擔心噪音和垃圾會干擾生活 至於官員呢 他們對於這個文化觀光區的構想是抱持著保留的態度 因為他們認為這裡的環境 不太理想 夜晚萬華榮山寺周圍巷弄內 五顏六色的招牌一入眼簾 阿姨們站在門口招呼男客人入座 小包廂內卡拉OK辦唱機 桌上擺著瓜子 阿姨們陪著客人聊天 這就是俗稱的阿公店 但隨著其他特種行業作風大膽 讓傳統的阿公店快經營不下去 所以業者建議 希望將廣州界一代的阿公店 轉型成文創觀光區 商人然後在這邊泡茶談生意 因為這一段的有很深厚的歷史背景 有很蘊藏著很多很多我們傳統的文化 阿公店業者希望是否協助轉型 變成有特色的茶室 不過當地能否設置成文化觀光專區 官員卻以待保留 而當地居民則是持反對意見 另外如果轉型成文創觀光區 垃圾和噪音就會是最大的問題 環境的垃圾 它隨便都是像頭這樣就亂丟 那噪音也是常常被檢舉 台北市商業處表示 只要商家不經營特許行業 不從事色情和賭國等違法行為 是否對轉型樂觀其成 不過還是要看居民的反應 以及都市計劃等配套措施 記者沈曉琪 林志堅 張國良 台北報導